超精彩的國際標準舞市長被繼全民運動基隆市代表炫拔賽 在七度水洋會館登場 來自基隆的年輕國標舞選手齊聚 整線摩登的韻律與拉丁的熱情 開幕典禮的表演賽中 這兩位基隆出身的國內職業摩登決賽選手 帶來精彩的舞初 我是王林宏 柳依薇 我們是目前台灣職業的國標舞摩登選手 那我們之前是業餘摩登冠軍 那我們現在最近轉職業 我們搭檔已經有將近七年了 所以我們算是長時間的合作夥伴 然後我們也是有征戰到世界各地各個國家 那因為我們最近去英國黑池參加那個舞蹈節的賽事 那才剛回國 然後在這個英國舞蹈節賽事之前 我們還去義大利進修 對這為期大概將近一個半月的在國外進修的時間 希望能夠為台灣在國際上發揚光大這樣 還要為基隆爭光的還有這兩位來自基隆的國手 我是任愛麗 我是蔡哲香 我們是目前中華舞種的現役代表國手 然後目前已經連續兩任獲得我們國手的榮譽 然後呢我們一直都是代表基隆到世界各地參加比賽 比如說我們去年2023年我們去了香港 然後日本 然後還有德國 斯洛維尼亞等等國家進行比賽 然後也獲得了很好的殊榮 我們我們的目標還有期望是 以後可以繼續為國爭光 對於在國標舞的路上 那我們認為最需要克服的畢竟還有 因為我們國標是雙任舞 所以需要兩個人我們不管是個性啊 貨氣上或者是一些時間的搭配上 甚至在出國我們需要很多的金錢 所以這東西都是我覺得我們在國標舞上 一個好的舞者都需要具備的條件 團體組的小選手來自五人國小 極具張力的動作及對型變化的舞蹈 贏得滿堂喝采 五輪國小和常樂國小社團課出來的學生們 那他們將代表基隆市去參加 10月份的全民運動會的 13歲以下團體隊型舞比賽 從去年10月就開始訓練 對那他們每個禮拜一次到兩次的訓練 去加強他們的比賽 那他們團體隊型舞裡面 有一些學生也是會代表基隆市去 額外參加單人單向的比賽 那非常謝謝五輪國小校長他們 提供這麼好的場地借我們去做訓練 我學舞學了14年 然後在練舞的時候有些動作會忘記 但是還是會克服困難 會努力的把舞去記住 我喜歡跳國標舞 因為重點是那天我還在摩登舞 我都會很有成就感 現場貴賓雲吉給予這一群新生態的選手 滿滿的鼓勵與支持 今天非常開心來參加我們這個國標舞的錦標賽 不論是年紀小小的小選手 我看得非常的欽佩 我們基隆有很多這些舞技很優異的這些比賽的選手 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我們要繼續努力來好好推廣這個活動 我們看到這次活動有很多的 我們的國小第一年級高雲級有都出來比賽 代表我們這個活動已經有新興的年輕一輩出來 我們也非常謝謝我們 劉政城主委 劉運輯總幹事大力來推廣 更謝謝市長 在我們運動到台灣這一塊 能加持 希望我們今天選出來的選手 在我們113年全國全民運動會 在屏東舉辦 能齊開時政 今天來參加我們基隆市體育會 舞蹈委員會的一個 國標舞的一個檢標賽 來這邊為他們加油打氣 那國標舞他本身就是老少選儀都蠻適合的 那也歡迎大家有空的話多多參與 我們今天所有的人就比較年輕 心口相傳 我們以前也成過輝王的成績 我們現在有最好的得到冠軍 也得到全國總技能第三名 也成過摩登舞的第二名 拉丁舞的對型舞的第一名 基隆市長輩不僅是 培育優秀的選手 這次比賽 將要選出我們基隆最優秀的選手 代表基隆 參加今年 十月份屏東的全運會 希望能夠帶給基隆 更多的金牌 這一場賽事是基隆第一次 以國中小學生為主要對象的正式競賽 期盼以制服的號召力 喚起全國國際標準舞蹈界的團結 辦理具有世界規模與指標性的賽事 來提升台灣國標舞的正面風氣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